嗨,我是小汪 今天继续来玩这个国外改吧 不过首先,咱先不干别的 之前不是开了长青花园吗 改夫顺手还送了我们两盆花 经过俺的信心栽培 这俩先和夏日葵 也是终于要长大成人了 是我俺的最后一袋吧 一人给我回馈了一颗红宝石 好样的,好样的 不过奇怪的是 这花都已经养大了 那以上还不能卖呢 算了算了,不让卖就不让卖吧 坚持上去 最后我买回的新植物是 嗯,还在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开绿色软件啊 我反复研究了一下 不仅是我前几天用这个存档玩了塔房吧 有些植物以及后面这些付费植物 就都激活了 咱们看我的金币还是很正常的 还是和以前一样穷 总之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不管是这个大蒜还是植物保护伞 我感觉都拥不太上 双边倒是可以是像我之前说的 就用羊桃当初处置我 最后的空位就用辣椒櫻桃两兄弟好了 现在我大概就有点惊艳了 开极小日葵和一条路的花盆同时进行 大概到四个小日葵的时候 加出第一个羊桃 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是吧 然后像这种没有进入范围的冰块僵尸 直接用窝关收点就好 等到第二个羊桃冷却好 将其地板就完了 剩下的除了补满夏日葵 羊桃南瓜 就只有等着过关啊 唯一还能优化的一点 就是可以在何时的地方 找到要点保护伞 放篮球僵尸都是其次 主要是防一下偷偷僵尸 看来不光是塔防板 再增强板也得保护伞也能就业啊 等会儿 你先读我睡什么玩了 这样子 不就是我那些还像日葵吗 一个字 绝 我看了看这效果 以我浅薄的英语水平翻译了一下 给我逼个三 意思就是给我更大的阳光呗 行吧 那我就带上试试 正好下一关没有篮球和偷偷了 叶子保护伞的格子就让给他 说不然因为有巨人僵尸 我觉得比较短心才的端工只会有奇效 所以也带上 那么本期实况就先到这里 如果觉得这该帮有意思的话 可以继续关注小娃爹这个系列 另外也别忘了多多点赞支持哟